在新北一名骑士呢 日前骑在新店的秀朗桥上 因为前方机车掉落手提包 导致后方骑士闪避不及 碾过重衰以外 由于骑士疑似头部受创 目前还在加护病房观察 另外在中和有一名高中生 为了赶上学 骑脚踏车抢快 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 遭到两台机车撞上了 造成四人掐错伤 索性是没酿成 严重以为 骑士好端端行驶 在机车转用道 到了转弯区突然 轮子撵过一个东西 整台车向右摔 骑士试图站起 但实在太痛 手撑地板站不起来 而罪魁祸首是这个 新店秀朗桥上 突然出现一个粉红包 原来是前方女骑士 挂在机车上的手提包掉落 造成后方男骑士闪避不及 只是这一摔 疑似脑部受创 现在还在加护病房 你能注意这个东西 应该要加固 可是你却疏忽了这件事情 通常这样子的行为 在法律上面 都会认为有构成 过失伤害行为 因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 而金钱画面 也出现在新北市中和 高中生赶着上学 骑着U-bike 抢快横切四个车道 冲出来 结果下一秒 两台机车闪避不及 撞成一片 总计四人都查错伤 我就看到对象有一个 那个年年学生 然后从对象骑过来 然后骑很快 除了抢快高中生 每一规定两段式转弯 最高可被开罚 一千两百元 赶上学违规 不止自己受伤迟到 还波及其他民众 记者综合报道